其實我以前在年輕的時候 也比較老是會想說 我可能肩膀要弄得有時間的感覺 或是膝蓋要有痛的感覺 可是其實這次我渾然天成 因為我覺得這些痛的感覺 實驗在身上都有了 然後該曲的曲 該鬆的也鬆的 所以就是唯一比較大的調整就是 我這次沒有穿有鋼絲的內衣 就是穿運動型的內衣 剩下就是全部就是現場換衣服跟妝髮 好像就到那個年紀的感覺 對啊一看到它就是婆婆的感覺 而且它就是有一種 媽媽那種很溫暖很寬大的那種感覺 心胸 哈哈哈哈 如果做小一點呢 不是這麼小 比這個再大一點 但是又不是像你的臉這麼大 沒有我私底下可能真的就是小雜貨吧 因為它其實在這裡頭角色 就有點小辣椒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跟它是相反相的 而且我們在戲裡面就是 也很常吵架 對很強 對很強一直在護牆 我還沒走票 就要等人家做工作了 一個口令到一個動作 因為我是台北人啊 哈哈哈 我是都 我是都市來的 沒有啦 你這個要什麼就是會有一個強 你就還沒吃到的 告白七也滿便宜 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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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參加她的告白七 對 然後去遇到王少偉他們那一群 告訴我我會跟記者說 說我為了解釋人 回頭啊回到手歪去 記者就寫說 你這聲音 兄妹不合 兄妹不合 討厭 討厭 那那邊他怎麼演 我轉過 討厭 討厭 是 姆妹滾 裡頭有一個楊明暉到他們 就是中風 那個我跟你講那個真的沒辦法 他只要一講我說什麼 花貴 對他就中風啦 他只要一開口講任何台詞 對手的人就會覺得很好笑 放鬆到很極致才可以笑笑笑的 媽媽的嚴重 笑到那種 連導演就說 連導演在monitor的時候 你看著好他一定會笑唱 結果我們就笑唱 還好欸 因為老公可能覺得我不在身邊還蠻好的 不要再講話 老公覺得以失業為主 這時候就把家好好交給他 他會好好笑 不能再亂講話 我都亂講話 謝謝你 謝謝你 女兒其實還 因為我其實每天早上都大概五點多出門 四五點出門這樣子 然後其實導演大約天黑前就會收工 對 所以我們回台北大概七點 所以我都可以回去跟他們吃晚餐 這個要用手洗 剛才我媽媽不是用手洗嗎 媽媽 你怎麼有錢呢 小小小啦 因為我沒有跟我婆婆住在一起 對所以其實變成說我那個狀況就是 我就是以尊重他為主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也是就是想要去婆婆家 然後斬首飲或幹嘛 結果發現欸其實最後自己 反而就是拉炒炸 因為婆婆很會煮菜 然後最後發現 嗯好這個是他的家 而且我就真的一個星期只去一次 所以我就說到他家就 凡是他說了算就他做主 可是我很幸運 因為沒有住在同一個屋影巷 因為如果住在同一個屋影巷 那個問題一定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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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所以我跟我婆婆還不是有這些問題存在這樣子 對但是我覺得媳婦 那個我跟媽媽有嘴要甜 也是要好 謝謝你